一年之内,久进久出五家三家医院,爱人不离不弃的守护,大夫的精心治疗,一位七巡老太如何成功摆脱癌症带来的痛苦,她的经历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欢迎收看本期中华医药之潜伏在身边的恶魔。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华医药,欢迎您收看。 说起癌症,大家肯定不陌生,癌症被全世界公认为重病之王,人们往往会谈癌色变,但是一位七巡老太却凭借着他敏锐的嗅觉和久进久出五家三甲医院的毅力击退了他,那么他是如何发现潜伏在身边的恶魔? 他的经历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他已在人间潜伏了几千年,人类与他的战争一直没有结束。 2007年这一年,对于63岁的苏再禅来讲,是刻骨铭心的。 2007年这一年,为了确定和治疗这个病,我五家三甲医院久进久处。 如今已经70岁的他,说起自己的那段经历,仍然让人惊心动魄。 据苏再禅说,在2006年就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异样,那时只是常常感到胸闷、憋气。 也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还以为啊,他是哮喘呢。 苏再禅一直有哮喘病,也难怪家人这么琢磨。 李俊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2011年被选为首批北京健康科普专家。 长期的临床与研究工作,让李俊领在肺癌内科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现在肺癌也是发病年轻化的趋向,过去很少能见到这么年轻的。 李俊领说的病人叫尹永梅,山东林一人,今年刚满31岁。 在2013年,渡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最早的时候是12年的8月份,在8月份之前嘛,渴到了有两个多月,我就不放心, 带着德国爱人嘛,到我们当地的市医院检查了一下,当时呢,基本上确诊是被癌。 与身处农村的引用为不同的是,苏在肠每年都会有一次单位组织的身体检查。 肺部的一块阴影像阴云般笼罩着苏在蝉,一时间让全家人不知所措。 肺里的这些阴影或者叫节节,它的表现是非常的不典型。 就是说当你肺里发现阴影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就是不一定是就会肺癌。 对,它有可能是炎症,就是一个良性的过程,还有一个有可能是错垢瘤,这是一个良性的过程。 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像节节病。 人体内部造影上的阴影一直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因为即使是很小的阴影,也有多种可能性。 这种情况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 体检之后,我就到医院去做了一个胸片,拍了胸片,他有大夫说是肺炎。 我就,当时一说肺炎,我们说的实在挺,还记得挺高兴的,因为没说是癌症。 谁知,互不担心,就在肺炎还没有完全康复时,苏在蝉又连续换了两次重感冒。 不仅胸闷加重了,还出现咳嗽,咳痰等症状。 但是肺炎的说法,显然还是让一家人踏实了一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逐渐忘掉了阴影带来的不快。 直到2007年的体检,肺部阴影再次扩大。 这一次,一家人可真的坐不住了。 这个结果,不仅让苏在蝉有点糊涂了,丈夫杜永青也犯了难。 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仍然没有太大好转。 斟酌再三,苏在蝉决定再换一家医院检查。 换了一家医院以后呢,大夫就说你必须得坐,穿刺。 结果出来以后,说是肺腺癌,我一下就懵了。 面对这个结果,苏在蝉将所有情绪埋藏在心里。 作为一家之主的杜永青,看穿了爱人的心思。 抛开了一家医院,一门心思放在妻子的治病上,又将活检结果送到肿瘤医院。 肿瘤医院检查确诊,说是肺腺癌。 肺腺癌,当时就是一个心思的抓紧给他治病,一定要把他治好。 就在苏在蝉再次换到肿瘤医院住院观察后,却被告知他这样的心脏情况不易手术。 就这样,老两口回到家中待了几天,苏在蝉觉得应该想办法解决问题。 我就到别的医院,又看过检查过的心脏,看过的心脏,能不能承受动手术的程度。 最后的结论是可以做手术。 我翻回来,拿着这个诊断证明,又到了肿瘤医院,又住院,就开始决定做手术。 不同的区别,他所采取的治疗的手段是不一样的。 像比较早期的,我们要通过手术来给他治疗。 像偏中期或者偏晚期的,我们可以用局部的治疗加上全身的治疗来,同步的化放疗这样来治疗。 与银勇梅相比,苏在蝉是幸运的。 凭借着积极的态度,苏在蝉为治疗赢得了时间,也增加了治愈的几率。 而银勇梅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及时发现病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经过医院的检查得知,年轻的银勇梅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个结果对于一个农村家庭不仅是晴天霹雳,也意味着更多。 我们来一趟北京,高厂费每个人都得200块,我们两个人的话就是400,一年再来10块一次吧,不算药费。 每个疗传都得好久了,快不快,吃喝,这些费用,因为这些太大了。 几十万的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虽然年幼的女儿对妈妈的病不太了解,但懂事的她,嘴里总是挂着这样一句话。 去不了。 想让我妈妈快口,让我爸爸多挣点钱。 考虑你比较年轻,还是想着给你想一些办法,可能我们将来会更好一些。 谢谢。 好吧,那你就回去好好地休息,然后定期的会再来复查。 据李军领说,肺癌早期没有任何症状,一旦发现有症状的现象,基本就是晚期。 阴用酶的病况不仅属于晚期,并且有癌细胞转移的情况,所以目前只能采取化疗和部分放疗的方法。 很显然,在人们与癌症的激励下, 抗争中,早期治疗有多么重要。 苏再产凭着积极治疗的态度,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历经万难做完手术后,苏再产又碰到了难题。 我做那么大的手术,我都没觉得怎么样,开胸的手术,他这化疗真是接受不了。 我就站在流量台上,我就想,我是用什么方法去死。 苏再产所说的化疗,是术后治疗的一种。 据黎君理说,化疗所产生的恶心,呕吐,乏力,是病人最不能忍受的痛苦。 但是化疗对病人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 假设患者身体里面有一些微小的转移病造,那么我们通过化疗,可能会清除掉这些微小的转移造。 清除之后,这患者的治疑率就得到了提高,他的长期生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复发的概率就会小。 在黎君理医生和家人的帮助下,苏再产终于克服了对化疗的恐惧。 在三个月之内,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生命之火又一次被点燃。 化疗都没模样了,一进来,说苏再产你知道你多漂亮吗? 让你一下子,永远生起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渴望。 今天的华为小区社区服务中心,我们看到由苏再产带领的老年舞蹈队,正在紧张地排练着。 说起苏大姐,队友们不约而同地竖起了大拇指。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看我衣服这两片,这个片片,不是买,那个做出来就有了,这就是苏姐帮着缝着。 如今,一中过去了七个年头,苏再产依然精彩地生活着。 与丈夫杜永卿的爱情之花,又一次悄然绽放。 除了我的责任之外,还有,我爱你。 我国有鼻炎患者三亿人左右,鼻炎很难根治。 据临床统计,鼻炎的复发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 鼻炎因发病率高,并发症多,难治愈等特点,也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真恨不得我把这个鼻子掀开。 鼻炎症状反反复复,令很多鼻炎患者无奈中选择了放弃治疗。 我们应该如何摆脱鼻炎困扰? 敬请收看,打响鼻腔保卫战。 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华医药,欢迎您继续收看。 首先要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健康问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来。 老中青三代齐聚洪桃信箱,与您关注健康话题。 信奉勤能补捉,一口说尽天下式的平俗表演名家田连元。 说学逗唱真功夫,徐一舞台长期术,刘洪怡。 轻轻甜美,关注健康的80后新锐歌唱演员,童瑶。 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这节目的两位专家。 刑志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擅长于鼻科疾病的诊治和鼻内窥镜外科手术。 两位,北京同仁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擅长针灸治疗鼻炎,肝炎症等。 这个鼻子在我们这个五官中啊,有面中之王的地位。 有这样一句话是来说这个鼻子的,说鼻子就像一个裸体的女郎,躺在面部的中央,刻画着你的魅力与气息。 这个鼻子除了美观的作用之外,它还是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那如果要是鼻子生病了,会怎么样呢?一起来看一下。 在小琪的眼里,小琪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 她学习优秀,英语出色,擅长弹鼓针和钢琴,热爱跳芭蕾舞。 然而在小琪的生活里,始终有一个不可谐的音符缠绕着她。 平常的时候就是不断地醒鼻涕,然后鼻子很是不通气,就像被人捏住了似的,只能拿水呼吸,两三分钟就要醒一次。 十一岁的小琪患鼻炎已经七八年了,她看起来要比同龄的女孩子瘦小一些。 鼻炎对儿童的影响很大,会影响到身体和智力发育。 这个孩子一般像这种长期鼻子堵,晚上睡觉不好。 鼻子堵,他要用嘴呼吸,因为他这么特别发育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用嘴呼吸的话,时间长了以后,他这个下颗就要发育不好, 嘴唇里长,撅着,撅嘴里,然后那牙齿膀也会往外秃。 就说明很典型的这种长期的鼻炎,鼻塞以后引起这种情况。 小琪在三四岁时患上了鼻炎,近一两年来病情加重。 睡觉时寒症很重,因为鼻子不通气, 她常常在睡梦中将自己憋醒。 小琪非常安静,她很少和父母诉说自己的痛苦。 觉得吧,每天她这个鼻炎的咳嗽声和醒鼻涕声营绕着我这头脑里头, 她挥之不去,比如她在那醒鼻涕,我在这边干家务的时候, 我那脑子里也是在她,听着她醒鼻涕, 我就觉得她在堵,她在难受,呼吸困难。 我就是关键,我现在是拿嘴呼吸,然后牙慢慢就是往前直, 嘴也跟着往前直。 我害怕以后担心自己的容貌, 发觉特别困扰,非常不舒服, 就想她怎样才能治好呢。 小女孩特别可爱,但是受这个鼻炎的困扰已经有七年了。 其实这个鼻炎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的人的身上, 那我先调查一下咱们这个健康论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 有没有受这个鼻炎这种疾病困扰的? 现在还挺严重的,我觉得, 应该大概是在六七年前吧, 但是毕竟它还是影响,还影响到我唱歌。 但是你的歌声好美啊。 发声给我唱, 云和啊,云和,云, 像这种图字到鼻腔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会很不舒服。 我也是一个鼻炎患者, 然后这个鼻炎加重的时候, 最难受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鼻子感觉一点都不能呼吸了, 然后真恨不得我把这个鼻子掀开, 透透气, 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痛苦。 我是看了这个录像以后就特别的感同身受, 因为我是从小得的。 刚才小齐担心的那个牙突出啊, 嘴唇突出啊, 我就是很现成的一个状态。 你是几岁的时候啊? 应该很小, 应该六七岁就有了吧。 对我来讲, 因为有鼻炎, 所以交流起来, 因为很多人就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 久而久之, 我就不大愿意讲话, 可能这方面的话会缺少一点自信。 两位专家在临床上, 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这种鼻炎患者的病例? 一人呢, 她是她婆婆带来的, 她婆婆是我一个朋友带来的, 跟我说呢, 说杨主, 你赶快给她治治这个鼻炎吧, 这个已经我们一天到晚老吵架, 然后呢, 这个儿媳妇老还到我这来, 她来了以后呢, 打喷嚏, 皮肤打喷嚏以后完了那个醒鼻涕, 那个鼻子坑坑坑的, 说我这个烦呢, 我说你能不能就是声音小点, 她说我不行, 她说我不行, 我就这样呢, 说那你赶快去治了是吧, 要不你别到我这回家来了, 我都烦你, 所以说就这个情况, 这个这个这个对我好像印象很深刻, 我说这好影响剖析关系, 这个鼻炎, 这个鼻炎患者, 我们有一个调查的数据显示说, 发病率特别高, 在中国大约有三亿人左右, 治愈起来非常的困难, 而且她还有很多的并发症, 比如像刚才大家都讲了, 是咱们呼吸道的第一门户, 这样的话, 她一旦生病了, 那往下走就很多了, 首先刚才那嘉宾说了, 烟烟, 可以引起过敏性的烟烟, 或者是慢性烟烟, 再往下走, 重的就是一个自细管烟, 哮喘, 尤其这个哮喘, 就是说对人都有影响的, 然后如果鼻炎长期不通气, 长期堵塞, 流鼻涕, 这样的话呢, 会出现中耳炎, 并发症还是很多的, 对这个鼻炎的危害, 其实是很重要的, 其实很大的, 对这个脑的供养啊, 对这个小孩的增长发育, 都是有影响的, 我们现在在我们耳鼻喉科叫做, 同意呼吸道, 同意疾病, 其实鼻子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一道防线, 我们要多了解它, 我们下面通过一段动画, 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鼻子里边, 这个微观世界是怎么样的, 来看一下, 鼻腔是人体忠实的卫视, 鼻棉膜是一层粉红色的棉膜, 上面附有微细的上皮鲜毛, 这就是显微镜下的皮鲜毛鲜毛, 鲜毛会形成一种非常有规律的摆动, 有慢向, 有快向, 像甩鞭子一样, 把它表面的粘液, 一点点的从前面运到后面, 通过这些摆动, 对吸入空气, 起到过滤清洁的作用, 我们呼吸的时候, 会吸入很多脏东西, 微颗粒, 鼻腔通过这样一个运动过程, 就把脏东西排出去了, 像一个过滤器, 把灰尘挡在外面, 保证肺部和气管的清洁, 因为春季是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所以这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这个各位嘉宾朋友的, 就是您知道如何区分感冒和过敏性鼻炎? 我认为就是鼻炎不一定导致感冒, 感冒必定导致鼻炎, 我们这个就是说书的里边, 过去有一个演员嘛, 他感冒了, 感冒了就鼻子不通气了, 他就引发鼻炎, 但是他说一段书, 说到假扮阴曹的时候呢, 他就学这个阎王爷的这个说法, 说, 上天海里皆有你, 阴草地府古王进来放窝水, 这鼻子鼻音特众, 说他的老师那听到他表演这段的时候, 下来表扬他, 说你今儿这阴草地府这阎王爷装的特好, 过两天再说, 我没那东西了, 鼻子啥了, 对, 我叫这个事儿, 对, 啥不啥, 感冒好了, 感冒, 所以说这个短期的那个, 田老师讲的这个感冒和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关系, 对吗? 过敏性鼻炎呢, 他一般的有全身的症状, 全身酸痛, 不舒服, 烟灼热, 灼痛这种感觉, 还有发烧, 他一定要这样的话呢, 如果全身没有症状, 单纯的是鼻腔的症状, 鼻部的症状, 这个时候要高度怀疑是过敏性鼻炎, 这个时候就要到医生去做一个明确的诊断, 感冒的病程呢, 他一般是七天左右, 治不治他都会自愈的, 感冒好了一段, 他左右一段好的时间, 而过敏性鼻炎呢, 在这一段时间内, 他适合反复发作, 持续性反复发作的, 我也有鼻炎, 别人告诉我一个偏发, 但是两位专家在这, 我就说, 我不知道什么道理, 干嘛呢, 就凉水洗鼻子, 早晨起来, 洗脸的时候, 完了之后把这凉水放, 拿手接下, 把这鼻子一吸, 一吸吸那么几下, 完了之后, 他们一次就这个毛起血管, 完了之后你就觉得这个鼻子很轻快, 甚至晚上睡前, 拿凉水也洗一洗, 最后他就冲劲, 所以什么道理我不知道, 鼻腔冲洗呢, 有一定的作用, 这个现在已经得到证实, 因为咱们鼻腔的, 我们叫鼻腔里头不是空的, 它里边有好多鼻甲, 鼻甲就像咱们那个暖气, 那个暖气片一样的, 它有一个回旋, 它可以一种刺激, 这样呢, 对你的鼻腔的这个功能呢, 会有一个恢复, 通用, 对, 因为这两年, 我也是就是一进到空调房间里边, 容易连着打好多喷嚏, 如果说用这种方式的话, 是不是就能缓解, 就是说增加一下抵抗力, 鼻腔冲洗本身就是一个保健, 保健作用, 它会让它的这个鼻腔表面的这些细菌呢, 过敏源呀, 都会冲洗出去, 其实现在我们也提倡鼻腔冲洗, 现在有专门的, 不是用凉水, 那凉水现在那个滋来水太脏了, 我们都是用那个有专门的鼻腔冲洗液来进行冲洗, 就是可以自己到每个医院几乎都有, 实际上这个鼻炎患者对待这种疾病, 他有这样几种态度, 刚才刘老师也讲了, 一个是容易忽视他, 就不拿这种病当回事, 还有一种就是, 得了这个病之后, 治疗了很多年, 而且是好一好又犯, 好一好又犯, 最后导致这个病人对治疗失望了, 我们下面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讲, 就面对这个鼻炎, 我们应该抱持怎样的态度, 这种病的话还是治病的, 中医治病讲究三分之七分痒, 因为这种鼻炎它的原因很多, 造成鼻炎原因很多, 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 还要采取一些措施, 延缓它的发作, 它虽然很难治, 但是它还真是必须得要治, 不能够有症状以后不治的话, 它会引起很多其他一些, 造成很严重的一些病症, 我是二十年前得的鼻炎, 就是大概上中学的时候, 然后十年前呢, 我得了一次哮喘, 哮喘是很厉害的, 我就感觉我下一口气, 已经不知道在哪去呼吸了, 感觉这口气呼完了以后, 下一口气就窒息了的感觉, 那是很可怕的, 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 很可怕, 这个心态首先是要认识到, 是一个病, 这个病呢, 按照我们西医的观点, 它是一个免疫性疾病, 免疫性疾病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老想着根治, 这个可能不太容易, 但是能控制症状, 不让它往重的来发展, 不让它有严重的后果, 这个有这种心态,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药治, 我经常给我的病人说, 你高血压你能根治吗, 不是也不能根治, 你不也天天在吃药吗, 这个病其实过敏病炎, 它有一个用药物, 用免疫治疗这些方法, 是能控制症状的, 决定能不影响你的生活, 让你的生活能回忆正常, 这就行了, 你非要的根治, 让医生给你个根治的办法, 那现在是没有了, 就这种两种心态, 要治, 一定要治, 有的人啊, 我了解就是他患上了这个鼻炎之后, 都不知道自己是到底什么原因, 导致得上这个鼻炎的, 下面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位患者的经历, 十年前的一天, 冯先生遇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突然不明原因的, 还是流鼻涕, 他以为自己得了感冒, 用尽了各种方法, 但病情就是无法控制, 很痛苦, 很闹响, 上次可以说很恐怖, 那个, 我最严重的时候刚刚就讲了嘛, 眼睛, 鼻子, 耳朵, 撒的, 全部都一样, 天下会有永远也治不好的感冒吗, 冯先生很奇怪, 惶恐中他去医院检查, 才知道自己这次得的不是感冒, 而是鼻炎, 即便是知道自己得了鼻炎, 起初的时候, 冯先生也没有太在意, 没想到, 这条治疗鼻炎的道路, 冯先生一走就是十年, 冯先生一直搞不明白, 自己一直身强力壮, 很注意生活起居, 也没有家族遗团食, 怎么会得上鼻炎这种病呢, 原来在那段时间里, 冯先生办公, 睡觉, 都在这间刚刚装修完的新房里, 墙壁, 沙发, 桌子, 书柜, 正是这些家具中散发出的甲醛, 污染了空气, 最终是冯先生患上了鼻炎, 看来导致鼻炎的这个原因很复杂, 我们说到这个过敏源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 刚才行医生也讲到了, 有花粉啊, 还有满虫啊, 满虫我们经常会提到, 今天我们现场的一位女嘉宾, 就是对满虫过敏是吧, 您讲一讲您的这个满虫过敏的经历,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里边做这个脱敏治疗,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改善, 因为之前呢, 我的嗅觉是没有的, 就是鼻子是闻不到气味的, 包括咱们说饭菜的香, 还有花香, 除非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时候, 我能闻到, 一般的是闻不到的, 但是呢, 在这个治疗这一段时间以后, 我感觉呢, 我的嗅觉似乎是好了一些, 改善了一些, 因为我前两天去公园的时候, 我还闻到了花香, 我说这个香是不是很浓呢, 我闻到了它的这个香的这种气息, 谢谢, 谢谢您, 也祝福您越来越好, 谢谢, 避免过敏源是怎么办呢, 你就得首先, 你得知道你什么过敏, 你如果是, 比方说是满虫过敏, 它是一年四季都发作的, 这种时候的预防和这个花粉, 在继续性挑战, 就不一样了, 下面有一道题是出给我们这个问诊团的嘉宾朋友的, 我们来看哈, 就是大家来看一看满虫分布最多的是什么地方, 它有棉被, 床垫, 枕头, 地毯, 我觉得应该除了C都有吧, 因为之前我看到过一个, 一个就是电视节目也是说, 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想偷懒的话, 你可以不要起来的时候叠被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被子覆盖在床上, 它那个满虫好像就是会自动给它闷死了, 还是怎么着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枕头, 满虫可以, 肯定都会有, 哦, 这可以不叠被子, 是, 要把满虫闷死, 可是我怎么觉得是C最多呀, 因为地毯的清扫是最少的, 而枕头被子什么呢, 还会经常的清洗呀, 嗯, 一点相反, 嗯, 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 嗯, 刚才两, 各位嘉宾说的都有道理, 最多的通过检测是地毯上最多, 但是, 引起疾病的, 还是咱们的枕头, 枕头上是对影响最大的, 因为你呢, 贴着你的呼吸道, 离你的这个最近, 你像你要是满虫过敏, 你就要经常的开开窗, 通风, 然后呢, 不能养宠物, 另外家里不能有地毯, 不能用一些软包装的这家具,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是对那是瘦毛啊, 狗毛啊, 这些过敏, 那你就家里就不能养宠物, 就不能养这些小动物, 但是要是花粉季节过敏呢, 这个时候呢, 你的预防呢, 就就又相反了, 你是不要到外边去, 要关闭门窗, 我们这有一道题, 是要考考我们这个现场嘉宾的, 是关于鼻炎的, 农村的孩子更容易得过敏性鼻炎, 还是城市的孩子更容易得过敏性鼻炎,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献, 就美国人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做一个流行病学调查,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它的问题就是, 它是一个变化, 它的原来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生活环境是不是跟这个, 过敏性鼻炎有关系,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假说, 叫卫生环境假说, 那么他认为就是说, 如果童年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干净, 那么他成年之后, 或者日后他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 这个几率就会增加,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你如果从小啊, 比方说是家里子女特别多, 环境没那么干净, 然后呢吃的都是粗饭, 砸粮, 蔬茶担饭的这些, 这样他得过敏性疾病的机会就少了, 如果家里特别干净, 从很少感冒, 小的时候也很少感冒, 很少得感染性疾病, 这样呢他长大以后, 得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疾病的机会就高了, 这个就是我们叫一个TH细胞的一个平衡假说, 所以这个现在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 就我们从小还不能过得太讲究, 对, 我太思议您这说法了, 现在我瞧着年轻的孩子, 不顺眼, 不顺眼, 小的就不顺眼, 那么养法都不对, 养法, 何不能吃了什么苹果, 拿酒精擦, 那玩意儿他受不了, 我们小时候掉块东西捡几汁了, 没事, 什么病也没有, 我们先问问, 鼻炎会遗传吗? 哦, 你在点头啊, 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这道题我太有那个说法了, 这个绝对有遗传, 我爷爷我爸我都有, 我们整个家族都有, 遗传的分两种, 一种呢是这个隐性, 险性遗传, 有的是隐性遗传, 这个过敏性遗传呢, 确实是有这种遗传, 遗传冲向, 就是在不被有的, 这种发过敏遗传的几率, 已经有研究很多文献发表, 是普遍的高的, 普遍的, 就是它有多个遗传位点, 是有对这个过敏遗传是有起作用的, 如果你, 它这个过敏遗传发病, 它有两个, 一个是遗传, 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遗传的现象, 另外一个呢, 是有一个环境因素, 只有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你才能发病, 如果你从就没有这个遗传的, 就是你偏生带来的, 没有这个过敏的基因, 那你肯定不会过敏的, 所以遗传还在这个过敏遗传的发病过中, 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疾病, 身体里边, 比如家族里边有糖尿病啊, 或者是有其他病, 它这个家族里边的人, 可能在这个遗传基因上面都有, 但是如果不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啊, 它就不容易发, 它有可能一辈子不发, 现在我知道同人院, 有一个针刺叠鳄神经节的治疗方法, 对这个治疗过敏性鼻炎, 是有一定效果的,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针刺叠鳄神经节, 使用长针, 自己隐藏在面颊深部的叠鳄神经节, 从而达到治疗鼻炎的目的, 它会使鼻竿的患者, 增加鼻部分泌物, 而分泌物过多的患者, 会减少分泌物, 因为那个叠鳄神经节比较深, 在深部, 它这个, 从外表没有一个头领, 所以只能找那个外的这个, 这个部位, 这是四白血, 以四白血和外耳道连线的终点, 向后, 向下, 大概是这个位置,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还要具体的找一下, 正好在一个凹陷, 肌肉之间凹陷, 叠鳄神经节位于异鳄窝内, 支配粘膜的一般感觉和线体的分泌, 通过针刺, 调节紊乱的神经节, 缓解鼻部线体分泌, 或者旺盛, 或者不足等, 引起的各种鼻炎症状, 扎针这个地方的状痛, 然后这个鼻子里面, 就像触电一样的感觉, 针刺叠鳄神经节方法, 到目前为止, 已经治愈了13万鼻炎患者了, 有些患者, 经过几次治疗, 鼻炎症状就会有所改善, 治了四次, 我感觉效果比较明显, 谁扎完以后, 鼻子咬咬这个症状解枪了, 在流鼻涕流的少了, 下面我想问一下刑医生, 刚才我们讲这个针刺治疗, 这个过敏性鼻炎, 您在临床上一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 我们治疗主要是两种, 一个是药物治疗, 一个是免疫治疗, 药物治疗分两步, 一步是叫预防治疗, 就是说在你没发病之前, 尤其是花粉飘散季节前一个星期, 你可以开始用药, 这样的话到花粉飘散的季节, 它就不会再犯病, 或者是犯病的时间, 症状比较轻, 或者犯病的往后推迟, 这是我们做过一个研究,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所以在花粉飘散前一周, 可以提前预防用药,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维持治疗, 维持治疗就是说, 你得常年性的, 尤其像满虫过敏的, 你不要说一控制好了, 马上就停药, 要用最小的药物剂量, 维持你的生活, 就是症状不影响你的生活, 最低剂量的药物来进行维持治疗, 这是两种, 这药物治疗的, 免疫治疗的呢, 到目前在我们西医来说, 是唯一的能改变这个疾病的, 转归的一个治疗, 就是你每星期去打一针, 脱敏治疗, 就像疫苗似的, 到后期呢, 就一个月打一针就行了, 一定要心情保持舒畅, 确实是, 这个过敏性疾病已经有研究发现, 跟这个心理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哮喘你要心情不好, 这个是哮喘发, 就治疗起来的这个困难程度, 要比没有心情好的, 要困难一些, 并且发作频率心情不好, 发作频率也会高一些, 所以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 有没有什么适合我们在家庭里面, 去做预防这个鼻炎的, 类似于保健操那样的, 有吗? 按揉营箱, 压住以后, 压住以后呢, 就是向内侧, 从外向内, 可以就是数这个四八拍,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二节呢, 就是推抹鼻根食指, 放在营箱, 然后呢, 向这个鼻根部沿着鼻梁, 往上, 往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三节呢, 是按揉合骨穴, 持指跟拇指并聋, 并聋以后呢, 正好在这个最高这一点, 肌肉最高这一点, 这点有合骨穴, 合骨穴, 我们怎么按揉呢, 第二掌骨终点, 这样骨头这方法压, 这样压有一种酸胀的感觉, 非常非常强, 然后呢, 我们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四节呢, 就是对擦鱼记, 先把这个右手呢, 放在上面, 左手放下, 动右手, 动右手, 然后是, 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节, 经常每天可以做两次, 最少做两次, 好了, 我们这期节目到这结束了, 感谢各位嘉宾朋友, 感谢两位专家, 谢谢大家, 再见, 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症状, 常常预示着, 意想不到的疾病, 中医有何绝招, 还因过度用嗓严重失声, 就一句话一句, 伟大人民医院专家, 为您解析, 一代歌后的真正死因, 中华医药下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